哈囉,我是百合學 歡迎來到百合學海水新手必看機隊 今天要來分享說 什麼魚 不能跟蝦子養在一起 開始 你看這裡有沒有 裡面這裡的魚目前11隻 它是還蠻溫馴的 然後如果說推薦的話 這種魚 我是覺得 這一種白皮鞋在騎 很溫馴 好騎 重點 怎麼有說過 你只要那個魚 長長的 嘴看一看 你知道嗎? 龍蝦就對了 我之前買一隻青花籠 我想要一隻一百而已 體型長長 它很好整 那個一口下去 蝦子高了 一嘴 兩百二十五 沒幾秒 裡面蝦子死光光 你知道嗎? 我當時在吃的時候 那當時因為我們在買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人家說 漂亮 還有什麼? 你在買魚的時候 便宜的海水如果長得漂亮 基本上 存活率 我跟他經驗 本來實在無關 他會 怎麼講 他一隻小隻 百多塊而已 第二 就很壞 要不然就是很會操東西 要不然就是很不合群 進場 一種什麼 三點雀 三小 就一隻蝦蝦蝦 三點 一隻大隻 五十塊而已 那個人魚最大 你看那個魚頭 那個嘴巴 那真的會操死 所以有時候 你買魚的一個經驗累積 當然有的同學 你去看 你去看比較快 但是很多魚 它有天性 還有你買回來 放進去的時候 你才知道 你裡面會燙 爬爬爬爬爬 那要放這麼多 天性是佔百分之七十 但是你等到後天 在魚缸裡面 就 還是有機會 簡單講 農科的魚 不會說你的魚缸非常大 不然你吃下去 你裡面有魚 清潔蝦 有什麼的 很容易成為他 嘴巴中的流氓 因為他很喜歡吃魚 你知道嗎 就以前 那隻青花籠 在這邊吃 後來跳鋼 死掉之後 我就非常的默默想說 祝你到天堂順利 之後就可以養蝦了 要不然蝦子真的吃光光 這都是我這個外行的 一路跌跌撞撞 起來的經驗 不絕對對 但是我吃起來來說 已經是很詩實 你大概 怎麼講 我如果說出來來說 參考價值這樣 是非常高 因為我自己的失敗 是非常多 好 謝謝大家